也是需要去给它表示一下 好 这么换完之后呢 后面可以给它 加一个生东西来 加一个牌子 这么加完之后体积 再去给它强调一下 然后上面呢 就可以什么乱七八糟的什么字对吧 然后去给它表示一下 表示完了之后来继续 这边那个 壁纸对吧 应该是什么样的 也是去给它加一下 加完之后呢 转着过来到这个吊顶 吊顶的话呢 像这边大家可以 加上的时候 去看了 去给它画一下 你这么画完之后呢 你可以在它的一个基础上面 再去给它加了这个体积啊 这些东西啊 对吧 这么去给它画 这么去给它加啊 加完之后 哎 有一个灯 对吧 从中间 这么去给它加出来 加完之后呢 这个灯 你可以画的时候呢 可以给它 简单的这么去给它勾一个 勾的时候呢 以这种圆形的为一个标准 有个圆形的为标准啊 或者是你在局部的一些地方 再去给它加来捅灯啊 这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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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吧 都去给它加一下 嗯 然后再把这种光啊 这种内容去给它提现一下啊 那它整天的这么一个空间 有说呢 像后尾的一些 这种它的一些这个阴影啊 啊 基本上就捧上了 不过它的一些 什么位置呢 比如说这个 嗯 嗯 地面什么啊 地面上面 你在这个 在将的时候呢 地面上面在画的时候 比如说你可以给它加一些 什么这个 什么模特的这种形状 对吧 也可以去给它勾一个 嗯 它们是对边上这种啊 我这个衣服画出来了啊 那这个就不用扎了 到后面如果说你想扎的话呢 在对边上的这么一块的内容 可以扎一个什么模特了 对吧 从这一块去给它取高啊 或者是你再靠靠远的 比如说你当加在这一块的一个位置也是 啊 加在这一块可以 然后上面这个 先给它控上 控完之后呢 然后到后面又去给它加这个衣服了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吧 嗯 嗯 嗯 然后带一个东西 把下感确保的过定一下 这个价应该就比较简单了 就一个棍儿 然后吹着链上去一层 好 这张的话就到这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